菜品如人品 做菜如做人 大家好 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本店的畅销菜 干锅香腊鱼肚 这个鱼肚是 池斑鱼的 一个鱼肚取下来的 口感非常的脆嫩 然后准备了一点 这个小葱香菜 和生姜大蒜 以及洋葱垫底 和紫苏 和这个青红线椒 和一个小米椒 下面把食材准备一下 姜蒜我们切成末 因为这个料头都是一起放的 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一起 小米椒我们把它切成末 小米椒我们主要是为了 增加辣味 青红线椒 我们把它切成结结 洋葱我们把它切成丝 垫底 紫苏切丝 小葱 我们葱头把它切成段 葱绿等一下我们来焯水 这个鱼肚子使用 香菜我们把它切成末 为了真香配色 好料头已经我们准备好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烹饪 我们先来把这个鱼肚子焯一下水 水温烧到80度 来少许的白醋 料酒去腥 放入姜葱 放在里面浸泡一分钟左右 好了我们把它捞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迅速冲凉 让它能够保持一个脆嫩的口感 接着把它的水分挤干 然后切着起锅烧油 放油把锅滑倒 接着把它倒出来 这碗锅里放少许的菜籽油 来半勺盐 接着放入这个鱼肚 把它的水气炒干 来少许的酱油 上次 然后我们把它打出来备用 接着锅里再次放入菜籽油 和适量的猪油 我们放入这些料头把它爆香 爆香之后 我们来少许的辣妹子 和10克左右的干锅酱 把它炒香 炒香之后 我们放入这个鱼肚 紧接着我们开始调味 盐已经可以不用放了 来一勺味精 一勺鸡精 放入脑抽上色 适量的蒸鱼水油 提味增鲜 然后来适量的高汤 让这个鱼肚子来 更充分的入味 这个汤子收快 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放入这个青红椒结 和这个葱段 以及这个紫苏丝 适量的胡椒粉 之后让少许明油出锅 接着放入这个香菜点蒸 然后来少许的这个干锅油 待会上火烧的时候 它就会更香 下面进行热到 干锅香腊鱼肚的成品展示 香腊下饭下酒 口感爽脆 把这个火一点点几烧两分钟 这个洋葱的香味就下子就上来了 所以整道菜也是适合这种秋冬季节来吃 上了这个菜之后 我们的厨师每天炒的腿发软 一天要卖四五十份 然后这道菜的这个核心 第一个 我们这个鱼肚焯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是冷水下锅 如果是冷水下锅的话 我们这个鱼肚煮出来 它会口感非常的老 然后越咬就越吃不烂 所以说我们应该用八十度左右的水 去烫它 烫个一分钟左右 然后里面的一个去腥的 料酒白醋和姜葱这些一定要放 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去腥的效果 然后做这个菜的时候 我们今天是选用菜籽油 和一个猪油的混合油来做 这样这个菜它的香味会更浓郁 第二点就是这个干锅这个菜 我们一定要油稍微的多一点 这样做出来这个菜才会有香味 然后是干锅油 出锅之前淋一点点 今天我是刚刚有点忘记放了 我是出锅之后才淋到这个锅仔里面了 所以说不影响 好最后大家如果喜欢吃香菜 或者做香菜的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 如果是这道菜 哪里还有做的不足之处的 一定要记得帮忙指正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